因为患者刚刚处于康复期 在居家的时候 这些人可能还有非常高的身体值 也就是他们体内没有活病毒 但是病毒的这些片段还会排出来 那么这时候从传染性来看 尽管没有传染性 但可能会污染我们环境 所以还是要做好居家的相对的隔离 那么戴上口罩 另外慢慢的恢复体力 营养的支持 尽量的开窗通风守卫生等等 这些基本的要求还是要做的